您有想過未來的機器人會長怎樣嗎 我們搶先帶您看看 很可能就是像這樣 羊駝的造型 這是日本的重機大廠川崎 他們將電動機車 還有馬匹的載重能力結合 打造出了新的羊駝型的機器人 它的四肢關節不只能夠彎曲 而且在它露出隱藏的輪子之後 就可以變身成電動滑板車 還能夠載重100公斤 成人坐上去之後 還可以體驗機器人版的蘿蔔蹲 閘門一打開 燈光四射 但出場的竟然是一隻機器人羊駝 頭上的腳直直朝向天空 銀白金屬機殼凸顯出鋼硬外形 迈著小小步伐隧步向前 在眾人眼前走走台步 但這招更厲害 居然是個變形金剛 四肢還能隨意切換 膝蓋關節秒變輪胎 往前往後還是來個360度旋轉 都能輕鬆克服 日本週金大廠穿騎結合了電動機車 與馬匹的載重能力 讓這個羊駝機器人 不只能在平面道路上輕鬆通勤 還能載著100公斤以內的重物 征服崎嶇地形 就連一個成人坐上去都還能來個羅伯墩 隨著電動自動化來臨 未來下一輛的電動汽車 可能也將出現不同的樣貌 都是在新聞劉子騰 副一文中的報導 看盤不通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